广东队再次对战北京首钢队 信心迎来了大增 而且红远队市民核心的主地 现在的恢复非常的顺利 另外首钢队的内线魔兽 李莫豪反而是受伤了 那么接下来的红远队去击败首钢队 机会基本上非常大了 为什么这么说 谈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一点点赞 感谢大家的认同 我们重点分以下的三个方面 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首先是现在的首钢队 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 李莫豪他作为过去两场比赛 击败广东队跟浙江队的核心主地 那么他现在受伤了 他的脸部是被对方给撞到了 所以说接下来对战广东队 肯定会大打折扣 另外还有易建连 他现在的恢复非常的顺利 况且阿联他在对战江苏队的比赛 选择了休息 说白了他去调整好状态 重点去对战北京首钢队 说白了易建连他是做好准备 要去完成访超的 要去击败首钢队 最后我们要了解到的那就是 对下一场即将要面对北京队的比赛 其中还有广东队的三名核心后卫 现在的状态也逐步复苏的过来 包括了徐杰以及包括了后卫线的赵瑞 跟胡敏轩这名超级得分手 可以说大家都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的 对接下来杜丰他也是有很大的信心跟机会的 那么其中我们要了解到的也是北京首钢队 现在遇到的最大的一个困难 因为首钢队呢 虽然说呢在外援层面 还有呢在外教层面呢有很大的优势 毕竟呢秦晓文是聘请过来了亚尼斯嘛 亚尼斯他在战术布置用人安排的时候 确实打得很出色 他能够帮助首钢队接连去击败红远队 还有浙江队啊 这就说明了亚尼斯的实力 另外呢北京首钢队啊 接下来呢林苏豪他的付出参加比赛 大概率呢还是有这种可能啊 毕竟秦晓文为了再次击败广东队 很可能会派出林苏豪上场打比赛的 但恰好呢在这个时候啊 首钢队眼看了第一场比赛对战广东队 能够拿到24分的大胜了 现在的首钢队呢据了解到 李木豪他在跟青岛队对战的过程当中 那么他的脸呢被对方给撞到了 所以说啊李木豪这名核心的主力 他在当场的比赛当中 内线的位置轻松拿到20分以上的数据 都是非常简单的 那现在呢他受伤了 那么内线呢只能依靠放指名了 如果仅仅依靠放指名 首钢队呢在内线呢防守层面呢肯定会削弱一半 另外呢在得分能力层面呢肯定也会打折 也就是打掉一半的实力 所以说啊对接下来的首钢队啊 李木豪他的受伤无疑是一个重磅的打击 而再来对比一下广东红颜队的这边 是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呢一件年他一方面的状态慢慢的复苏过来 阿联之所以他在过去一年休息了一年时间 他现在回归了 之所以他的状态没有说打回到原来的那种实力 是因为杜丰他也明确表示到了 一件年他的伤病还在进一步的恢复当中 说白了状态跟实力是黄黄的上升当中 另外呢还包括了徐杰 徐杰现在的状态发挥是最出色的 基本上呢狼榜球拿到很多 而且得分能力又很强 而且还包括了赵月 他的感冒好了 所以说啊再加上了胡明轩 他现在呢对仗江苏队 他上场的时间很少 保留了实力 目标就是为了对仗手干队的 广东队这一边呢都做好了准备 那么手干队这一边呢 李牧豪反而受伤了 这么一对比 广东队14号的这场比赛 击败手干队 那基本上机会很大了 大家更看好谁可以拿下胜利呢 是杜丰的广东队 还是说秦晓文的北京手干队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给阿兴的视频 在此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认同 咱们下期